好来看到高雄市警方逮到一名许姓男子 他涉嫌呢在网路上贩卖非法监听城市 一套三万三主打免费试用道府安装的服务 不管是老公想要监控老婆的行动 还是女朋友想要知道男朋友有没有偷吃 你只要安装这套城市 另一半的通话内容或是简讯 还有现场的环境现场音都能够通通掌握 他这个就是他通话内容 密密麻麻数字组合而成的城市 竟然有超完整的通话内容 夸张的是这样的监听设备 竟然在网路上就能买到 最可怕的功能就是你可以传一个简讯过去 然后就是及时打开他的麦克风 然后看他周遭的声音 嫌犯主打免费试用道府服务 不论是老公想要监控老婆的行动 还是女朋友想要知道男朋友有没有偷吃 花三万三千块钱安装这一套城市 另一半的通话内容甚至简讯 还有所处环境现场音都能一一监控 9、微信 这些的一些通讯的这个资料呢 全部定期的email到那个受雇用者电子信箱里面 高雄市警方查获一名许信嫌犯 从大陆进口这套违法的监听城市 不用一分钟就能安装完成 还能自动隐藏 就连电脑工程师也难以察觉到异常 宣称九成以上的智慧型手机 都可以直入所谓的手机监听软体 进行监听 一套监听城市要价三万三千元 许信嫌犯开卖没多久就赚取二十多万的暴力 科技带来便利性但隐私全都漏 警方就提醒 尤其是像这样的非法窃听 已经违反刑法的妨害秘密罪 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郑彰 张行 高雄报道